新的外地消息要带你来关心也是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 在美国海军系统司令部16号发生了一起重大枪击案 据了解应该是有三名凶贤他们穿着军用工作服 结果居然用步枪来扫射 造成了目前知道包含凶贤在内已经造成了有13个人死亡 而目前调查是这名凶贤其中有一人是军方的约聘人员 指为什么他们要行凶目前原因不明 在美国时间16号早上8点15分左右 位于首府的海军造船工厂内传出枪声 于发生地点是美国最大的海军基地 有3000人在里面工作以及生活 因此除了华府警方之外 联邦调查局以及特种武装部队全部出动 警方撤离在基地内的工作人 并且出动直升机到建筑物的屋顶参与救援 附近前往机场的交通也一度被封锁 周边至少有六所学校完全关闭 稍后华府警方公布有一名枪起手遭击毙 后来证实是34岁的亚伦艾利克斯 是军方的约聘人员 另外还有一名在逃 而至少有多位人员受到枪伤性命成为 被送往医院急救 到截稿为止包括嫌犯共13人不幸丧命 这位逃出的目击者表示 稍后美国总统欧巴马在白宫原本计划好的 记者会上表示 这一次的枪击事件发生 在海军基地明显对准军方人员 由于海军基地面积广大 还有一名嫌犯不知去向 因此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厦特别升高警戒 而警方也在全力的追捕当中 中视助纽约特派 记者公方华领次会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